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今天我們就… 因為我們這個香港預警計劃其中一個重要環節 都是有關可持續發展的 其實水資源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環節 所以我們就進行了這個研究 我們首先請… 先拍照吧 是否先拍照 先拍照吧 又要起身 我想又要起身拍照片 又要起身拍照片 又要起身拍照片 先生,你拿著水嗎? 你拿著水嗎?廣東光水 拿著水 也好 七十五 真是挺有網球 哇 哇 那慢慢來,各位慢慢來做 謝謝 謝謝 一手 一手 謝謝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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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半杯水,有些一杯水 我們看看曾先生有甚麼開談 或者我們先講這個報告,好嗎? 正如我們以往的慣例,我們先舉行了有關這個報告的介紹 以及有關的問答 然後,完了之後,我相信在座的朋友間有其他問題問他曾先生 我們放在後面,好嗎? 我請Dr.Lo介紹一下 各位傳媒的朋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最主要是就著我們環境計劃對東江水的研究和水資源的研究 跟大家報告一下我們的建議 大家都知道,東江水 現在在香港的食水運用來說 就差不多有75% 這是我們最重要的水資源 剛才拍照,明白明白明白 不好意思 而根據政府長遠對水資源的運用策略 包括海水化碳和再造水 大概到2020年左右才有5%的運用 我們近期最主要是就著東江水的協議 研究裡面的細則 我們最主要發現到 現在的協議裡面 對於風險方面的分攤條款 其實有很多方面是可以繼續優化的 而優化的結果當然 我們希望能夠這麼好保障到香港的用水和香港的利益 現在這個協議裡面 最主要有兩個大的部分 一個部分它就用一個叫統包總額的形式 是收費 這個統包總額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 每年用水的上限 是8億2千萬 就是說 無論香港用多少 它都是用這個8億2千萬 跟某一個價格的計算來收費 我們看看以往的數據 其實在以往十年來說 我們實際用水平均的上限 是低了大概15%的 意思就是說 如果在下一次的協議的時候 我們爭取得到 當然這個是特區政府 跟有關的公司 這個是月海投資 月海投資 基本上百分之五十多的股份 是廣州省政府 這個是省級的企業 我們很期望就是 在下次的協議討論的時候 是有沒有辦法引進一些條款 令到不用說 好像現在這樣 多年來 我們如果是看那個數目的話 我們可能是給出了 多了15%的水費 我們有這個建議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看回 因為事實上 同一個供水的計劃 不只是供水給香港 這個東江水 也供水給深圳 也供水給東莞 我們從這個統計數字 裡面可以看得到 這個表裡可以看得到 很大可能性 這個東江水的計劃 供水給深圳和東莞的時候 他們是按量收費的 即是說 用多少 這兩個城市才給多少錢 這兩個的表 大家比較容易看到 這些資料從哪裡來的呢 其實是很直接 因為月海投資是上市公司來的 如果大家從他們每年的年報 我們可以整理到這些數字出來 我們看看左邊的圖 綠色那條線就是代表我們的水費 紅色那條線是代表我們實際的用水 這裡顯示什麼呢 雖然有些年份 我們的用水是跌的 特別在2011的時候 到2013左右 是跌得比較多 但是大家也仍然看到 因為根據剛才那個 我們那個支付付錢 合約的模式 我們那個水費仍然不斷增加 但是情況 如果我們看深圳和東莞 情況就不同 深圳和東莞 當水的使用 或者消費是下降的時候 那個總的水費額是下降的 綠色的條線 你看到它有瓦礦 而這段時間也是 特別那個用水是跌得比較多的話 都是透過東莞水計劃 它也有輕微的下跌 但香港基本上是一條直線上升 這裡是其中一個很主要的因素 我們覺得就是 現在在有關那個協議條款裏面 香港的8億2千萬 就一定是根據那個 大家協議那種的 水的消費 供應的上限 來給錢的 而且這個給的錢 也都每年的水費 一定大概平均 是根據6%來增加的 而我們看到是同一個供水計劃 在深圳和東莞 我這裡重複一下 我們看到 他們當用水是少的時候 那個總的水費是下降 也就是說 在另外兩個國內的城市 他們的協議 是根據那個用量 來繳費的 我們再看一些資料 這些資料都是跟 粵海投資的年報裡面看得到的 我們平均算得到 就是說 香港每一立方米 在2015年的水費 是港幣5.15的 我們讓大家詳細的報告裡面 有更加清楚分析和介紹的數據 而東莞和深圳 它的平均水費是低很多的 不用港幣1元 我們再看另外一些數據 這些數據顯示 越海投資賣給香港的水 我們嘗試計算他們的 所謂gross profit 即是無利潤額 我們計算得到 香港供水的無利的比率 是高到69% 而深圳東莞方面 只有18% 這些數據顯示到 供水給香港 每一立方米的水 當然貴很多倍 而且 那個無利 和總的盈利 都是非常非常之高的 總結來說 我們覺得這個協議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呢 這個協議就是 當東莞水供給香港的時候 當然是面對有很多風險的 但是現在那個協議裡面 那些有關的風險 就比較像一面倒一樣 都是由香港這一面承擔的 我們認為這個要素 在未來討論協議的時候 談判協議的時候 應該一定能夠有所優化 有關的風險其實包括了三方面 當然第一個方面 就是那個所謂需求的風險 由於每年每季 那個天氣 落雨等等 有些不同 香港市民可能對水 那個用水 那個使用的情況 都有些變化 因此其實 每一年 對東莞水實際的需求 所謂的需求 是有些波動的 在現在的協議之下 這個波動 一個市場 和民生用水波動的風險 其實現在是全部由香港 香港是承受的 就是對方 其實是一個賣家 一個賣家 就是當他賣東西給我們的時候 他就完全 他們方面是不用承受這個風險的 第二點的風險 當然是成本的上升 工資和其他營運成本的上升 現在的協議也很清楚 無論工資、物料、器械、維修、保養 這些成本的上升 也是完全由香港這方面承擔的 就是他們計算過一條數 人工升了多少 維修、保養成本升了多少 他就打了一盤數 就是由我們承擔 而最後的一點 這個是 在總的收費裏面 在談判的過程裏面 這個因素也經常出現 就是說對方認為由於人民幣有波動 當然早年人民幣通常都是升的 他們也會把這個因素 考慮每年調整 要收多香港多少錢在裏面 也就是說 人民幣有波動的因素 也是全部由香港承擔 但是我們也知道 其實很多其他行業做生意 包括一些大的航空公司 包括一些大的航空公司 如果有匯率、利率波動的話 他們未必是完全有能力 是將那個增加的成本 是完全由這個消費者承擔的 我們這裡看到 三類大的成本 在現在的協議之下 其實是完全 是要來香港這一方面承擔 我們覺得這些因素 是必須應該可以 是有這個空間去優化的 我們主要是有三個大的建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最終的目的 我們就希望剛才所說 香港一面島承擔的風險 我們覺得應該合理 這樣跟越海投資方面 透過這個談判 可以有所優化和分攤 我們是分攤承擔的風險 在這裡我們有一個建議 這個建議就是怎麼樣 我的建議就是 我們一談判的時候 沒錯 我們仍然是定一個上限的 當然這個上限是定在 八億二千萬 還是八億四千萬 這個當然是要透過 特區政府水務處 評估過香港未來幾年 對水的需求 提出一個數字 跟越海方面得到協議 我們的意思就是說 在這個上限之下 我們要有彈性處理和分擔的風險 如果 香港某一年 某一年對水的消費 是符合在上限的 百分之九十五至一百之間 香港是會根據百分之一百的協議 供水的上限 是給錢的 但是如果有一年 香港實際使用的水的容量 是低於百分之九十五的 我們只是根據百分之九十五的實際 來給錢 然後差距的百分之五 雙方面是要分攤了風險的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剛才舉的例子 以及我們詳細的報告裏面 有更好的例子給大家參考 香港在剛才舉的例子 就會節省到百分之二點五的水費 如果我們用少了的話 用少了的部分 我們是和對方平均分配的風險 最後那一點 我們亦都再提 如果某一年是高於這個上限的 即是我們有想有罰 我們應該是有想有罰的 因為如果不知道為什麼 最初談判的時候 計錯了數 實際的用量 是高於協議的上限的話 我們願意交付個附加費 即是如果超過五個百分之五 那那五個百分之五 要加上百分之十的水費 其實是一個有有罰的概念 而我們看以往的數據 其實長期我們沒有用多過,我們都是用少的 而且用少的數字是去到百分之十五的 如果我們現在的公式應用在以往實際出現的情況 其實我們應該可以省到大概百分之五的水費 另外一個,我們除了講量之外 我們再講一下收費的調整 現在最近幾年,每年看到收費的調整 大概每年是百分之六的 而說考慮的因素,只是說考慮而已 就是工資、維修保養等等的成本,還有人民幣的波動 我們現在建議,其實我們應該引進一個比較客觀的水費調整的公式 其實最基礎我們可以參考的就是地鐵那條可加可減 當然地鐵那條都在諮詢,應該還未諮詢完 當然地鐵那個可加可減的機制 就是我們建議應該也是用這樣的公式 這個公式的意思是說 第一個就是廣東省那一年的工資變動多少 廣東省名義工資變動多少 這些都有數的 然後整個比重就是說 究竟粵海投資在水供應這個項目裏面 人工是佔它總成本的多少 當然這個數目我們在年報裏面看不到 但是我覺得當政府和對方再談判的時候 絕對可以要求 甚至希望對方能夠提供到一些內部經營的數據 然後去確立這個所謂工資開支的比重是多少 就是說這個數是存在的 不過公開的年報文件裏面就沒有的 粵海投資一定有這個數 到時候可能就是說 原來在供應水的時候 粵海投資兩成是工資 或者三成或者四成 不要緊的 這個數基本上是存在的 另外一堆數就是 供應水給香港 剛才都說過 除了是工資那部分最重要之外 物料維修保養 以及一些大型設施的改善或者添建 就在這邊 就是說其他成本 其他成本 又是有物價指數的 維修保養的成本 每年升多少呢 我們還有兩個其他的變數 一個就是 所謂生產力的變動 這個意思就是說 在這麼多年來 越海投資 供應水給香港 它的生產力一定有所改善 它沒有理由越做越壞 如果越做越壞 我們就有很大的問題 它都有問題 不只是我們有問題 尤其是 所謂有規模經濟的效率之下 應該 它的規模越大 那個平均供水給香港的成本 是越低的 其實這個也是有國際的標準 是去計算生產力 我們都要建議生產力 是用總的收入 給成本去除 這些數 基本上 越海投資是有的 還有到最後 有一個水質數的因素 我們建議 是要用一條 比較清晰 黑子白子 但是要公平的 一條公式 而這條公式 其實香港人 大多數 也都是現在開始 是比較 有掌握的 因為這個 是等於地跌 那條可加可減 那條公式 當然那條公式 也要優化 我們這裡所提出的 只是一個基礎 背後 某一些變數 究竟 它的比例有多大 當然要參考實際 越海投資的數據 以及各方面 尤其是政府內部的專家 是需要再作出評估的 我們用這些數據 去計算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計算到 用我們這條公式去計算的話 其實 2015年那一年 我們的水費法 應該是減的 不是加6% 應該是減的 用我們這條公式去計算 這個只是另外一個表 我們做出來給大家參考一下 當我們用不同的假定的話 用不同的假定的話 那個數位是怎樣的 就算我們用到 比較一個極端的假定 就是說工資是佔總的 生產水的成本 50% 水費可能都是增加1% 而不是應該增加6% 詳細運算 那本比較厚的報告裏面是有的 最後一點我們再建議 因為剛才都說到 人民幣的波動 是會被對方經常用作為藉口 是一個風險不穩定的因素 是用來加價的 我們建議 尤其是現在香港 就說要做人民幣國際中心 我們要符合推動 人民幣國際化的目標情況之下 我們建議政府 其實是可以建議 未來我們是用人民幣 找數的 我們不是用港幣找數 我們是用人民幣找數 尤其是近期 如果人民幣 短期看到有一個趨跌的趨勢的話 那我們就是節省了錢 但是就算人民幣升 因為當市場是估計到人民幣升的時候 對方 他一定會 大家都知道所謂那些加快減慢 他們是用那些這樣的 一個定價的模式 去調整那個價格 我估計也可能是對香港不利的 因此 我們也有一個建議 是考慮 考慮 我們這個水的合約 未來來說 我們是用人民幣支付的 這個是最後的了 除了東江水的協議 我們明年應該會再啟動一個三年的合約的討論 我們剛才的建議就是 在那個水的用量 我們那個風險方面的分攤 一定是需要優化的 而另外的一點就是 對於水費怎麼計 每年怎麼調整 調整的意思一定是加的 在現在的情況之下 我們應該有一條比較客觀一些的公式 而這個公式當然要雙方面都同意 最後的一點就是 我們覺得現在政府的比較長展規劃的水資源 在海水化淡 和再造水方面 其實那個拓展是比較慢的 我們舉個例子給大家看一看 新加坡 新加坡現在再造水 就已經 因為新加坡也是要跟馬來西亞賣很多水的 他們的再造水已經去到30% 而且 當然他們現在的再造水主要是作工業用途 因為新加坡還有一個很龐大的工業的基礎 當然也有少量的農業 而且他們現在的再造水 根據他們政府公佈的標準 已經符合飲用的標準 因此總的來說 我們覺得香港未來都要朝著 再造水方面 要加強發展和引進科技 而且這方面的科技 我們看到無論是以色列和新加坡 他們都會有很強的 這個科技 是有出口的能力的 我今天跟大家簡單的介紹和匯報 到這裏 多謝大家 跟大家補充一下 我們將這個香港特區和越海投資公司的供水協議 很多人將它看成只是香港和越海方面 或者廣東省政府方面的利益的矛盾 但是這次我們這個報告裏面大家會看到 我們很強調 其實出於我們國家對水資源的管控的需要 我們一定是需要優化供水的協議 剛才羅長國跟大家說了我們的建議 中國都面對水資源短缺很嚴峻的問題 這裏很多研究的資料都反映了 特別在這個珠三角地區 由於它的經濟發展很快 所以在這個地區裏面 面對水資源短缺的問題都是相當嚴峻的 所以我們不單只是考慮香港自己本身的問題 亦都要考慮整個地區 以至全國現在怎樣節約用水的問題 現在國務院實際上已經制定了一個政策 我們要嚴厲地推行這個節約用水的經濟發展 剛才羅長國跟大家介紹 我們過去與越海投資的協議 基本上是定了一個總供水量 雖然我們的實際上用水 在過去多年平均都是低於總量的八成半 但是我們給呢都是按照總量給足的 實際上對香港來說 就變成沒有一個很強的誘因去制約用水 因為如果以這個政府來說 以這個水務…是否叫水務署 是否叫水務署來說呢 因為它給的錢就定了 市民越用得少呢 它收的水費就越少 變成它貼的就越多了 大家明白嗎 雖然特區政府、水務署都是有很多要鼓勵大家 自約用水的宣傳 但是你從這個供水的一個這麼重要的協議來說 它的條件是沒有一個誘因叫我們自約用水 因為要用得少政府要貼得多 就是特區政府來計 當然你說按我們用多少就收多少 公不公道也不公道 因為剛才梁卓國說了 因為它有一個風險的問題 譬如它說了要供那麼多 它就保證了你用完 它都給到你的 它的協議說了要供水量那麼多的話 你不能夠說對不起 今年我們因為水少了 給不到你 不行的它要保證的 所以你說 譬如是這麼多 結果我用得八成 你只收了八成的錢 這樣又不是很公道 不是很合理 反過來 我們有時候也可能會用多了 用多了 我們要承擔的風險 多了的話我們比再貴一些 合理的 但是如果我們用少了 從我們實際耗用量 到大家同意的總量之間的距離 我們一個先都不給 不合理 但是給到足 我們覺得也不合理 那裏便沒有了一個 省水的動機 所以那裏 剛才大家看到的建議 我們按照不同的用水的量 是給予一個比例 大家合理去分擔 那個 就是 供求的 那個 變動裡面的風險 這個是一個 我們這個報告的建議的實質 我們希望的作用 除了使香港人用水的負擔合理化之外 也都是加強了一個 節約用水的誘因 這個是符合國家 今天對於嚴格管控水資源的政策 這個是一致的 這個 不是純粹從單方面 香港的利益出發 另外一個 就是 過往 對於報告最後的部分 講的 就是 造水的 技術的發展 是有爭議的 過去有些人認為成本太高 效果就是不顯絕 另外也有些人覺得 既然東江水這麼可靠的一個 我們的用水來源 做什麼事我們另外再搞呢 甚至 有些將它政治化了 就覺得 是不是這樣 就是 這些是本土意識 就是 我們想不靠內地供水了 自己走去造水 最終就要脫離這個 這個 國家 但是 我們想指出 就算現在 我們內地 國家都在研究 造水的技術 因為 全國 正如我們說 是面對水資源短缺的問題 所以我們香港也應該 在這方面參與 而且我們這方面 已經有一定的經驗 我們現在用的技術 已經是比較先進了 成本也都已經降低了 即過往開水化碳 可能的確是不太實際 即成本高 效果不好 但現在不是了 即現在新的技術 已經改進得很快 我們認為這個 也都是有利於我們香港 在全國 節約用水 在全國解決水資源短缺的問題 當中 我們都有一個參與 所以我們整個報告出來 我想補充這一點 不是單純從香港 和廣東省之間的利益 如何計算 我們如何處理利益矛盾問題 其實大家有一個共同的利益 一致的目標 都是要節約用水 要嚴格控制水資源 面對水資源短缺問題 我就跟大家補充一點 看看有什麼問題 問題 問題 過往 可能這個問題 過了 也有提到一個點 就是 大罕 或者罕州的情況 就是公署量測 其實根據這個研究 有沒有看 即是現在說 公署和深圳 都是用這些案來收費 有沒有看到 其實這兩個地方 有些地方 政府所謂擔心 一些在大罕 的公署量測 這個情況的問題 過了 如果我們只看以往十年到十五年的數字 不止我們沒有任何一年是超過上限的 其實東莞和深圳的情況都是一樣的 它是沒有超過上限的 那個總水的上爛容量 其實東莞和深圳那邊是等於香港的兩倍 我們是八億二千萬 它們可能到十六億左右的總量 都沒有試過有這樣的情況 大學長 我想你剛才提出的問題 特區政府來說 就是說明如果純粹大家沒有供水總量的保證 如果在這個月海投資那邊沒有一個總量的保證 純粹大家說總之那年你用了多少就給多少 那就會有這個擔心 假如真是那年我們自己是 刊得很緊要 而上面亦都是那個東莞水是有短缺 沒有了那個保證的話 變成我們就會擔心不夠水用 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才有這個保證 所以剛才說有這個保證 我們 用得少過它 在那個差額當中 我們承擔一部分風險是合理的 但是要給到足 即是沒有用都當用了 我們覺得就變了有不合理的地方 所以 你的問題是 是需要有一個保證 需要大家安心 你就算用到那個額 它都有的 我們現在不是建議撤銷了那個 所謂的上限 而是有一個風險分擔的問題 這個問題是 如果香港人承認 如果香港人承認 做法和公共共產生 可以考慮的 如果香港人承認 就能否要來改善 對方公共產生 如果香港人承認 為什麼要改善 我們要改善 這個問題 香港人承認 我們要改善 我們要改善 可以嗎 是的 沒錯 moving forward while at the new model example we illustrated to you based on the data of last few years we found that instead of an increase of about six per cent per annum of the water charges it could indeed be 1% for the year of 2015 based on our equation. Of course, as we said, eventually the final formula being adopted would be much more complicated than this one and also it would depend on the final actual figures and also statistics mainly supplied by the Guangdong Investment Company. Yes. Yes. We have no right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he figures. We have no right to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he figures. Now, we can calculate the number of the figures. 如果直接完全是用那個案量收費的話,以往十年我們很可能可以省最多是45億,那如果十年45億,那就是平均每年是4.5億,那這個是完全用案量收費, 但是現在我們所建議的,我們都是要合理地去承擔部分的風險的話,因此每年省到的費用就不會去到4.5億,那很可能是只有2億左右,但是當然另外一個因素就是那個價格的因素, 因為剛才那條數,實際的數是那個價格每年上升6%的,因此如果根據我們這個計法,那個價格甚至可以減的話,我們能夠省到的就會更加多的。 請問一下,剛才你提及過那個行家很淡的,因為他們就說那個行家公司的例子,但是你又說它是沒有意思的,那如果真的用這個行家公司的時候, 就是這個行家公司條例,或者是公司法的話,如果它是跟特區政府進行協商或者談判的話, 它應該是要提出正確,真實,可靠的數據的。 簡單的背後的理念就是,其實這些是沒有什麼商業秘密的。 而且它也不需要公開,因為它公開只是向特區政府那個談判的隊伍公開的。 所以,如果這條公式或者這樣的理念的設計是被接受的話,我們是不擔憂的,在政府方面是得不到足夠的支持是拿到這個正確的分析的數據的。 因為到最後,我只要補充的是,那些數據是不需要公開的,你只是讓水務處的那個談判那個隊伍知道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這個協議的,我們只是從越海有關公佈的數字, 我們只是從這裡,簡單的運算,就看得到,當這個用水是下降的時候, 然後呢,東莞和深圳,即是越海從東莞和深圳的收益都有所下降。 所以我們只是從D度的推論,他們有關的協議,某個程度是在用這個按量收費。 但是他直接來說,是不是百分之一百,還是好像剛才我們那條公式,有某一些的分攤,因而令到水費,總的水費是會下跌呢? 這個我們不清楚的,因為我們沒有具體的文件,但是跟那個稅據方面呢,我們推理出來的結論呢,應該是正確的。 請問呢,之前用統包總額的話,就可以補償我們一定有某個固定的水, 那用降量的話,能否擔心真是萬一有什麼事,我們補償這個補償, 另一個方法就是,如果用統包總額去看的話呢, 例如剛才裡面有提到有很多,可能加價不太公平, 又或者是裡面的分攤風險上面,我們可能有些問題, 那其實可不可以在統包裡面的制度去改進, 還是真的要用一個新的模式去做到呢? 總結來說,如果特別是跟這個協議相關的, 其實我們有三項的建議,就是說,量方面, 是一個分攤風險的元素,希望能夠引進去。 第二項,我們的建議就是,在價格調整方面, 我們建議一條新的公式,而這個新的公式呢, 那個透明度呢,是強很多的。 而第三項,我們再建議,就是人民幣付款那裏。 這個意思就是說,反而香港這方面是願意承擔的風險, 而不是說,在某些情況之下呢, 其實他們可以吃我們家的,他們可以吃我們家。 清清楚楚,那個價格,人民幣變動多少, 我們承擔的風險。 所以回到第一點,其實當年三個因素呢, 都是會掛勾的。到時候談判的時候, 我想,無論從香港政府這邊的角度, 或者從他們的角度,幾個因素是可以互為補充, 互為調節的。就是說,某個因素可能釀得多些的話呢, 可能另外一個因素呢,就會掛得緊些了。 因此呢,我們都認為,仍然能夠保障一個合理的供水上限呢, 這個條款,條件呢,是必須的。 但是在這個以下的風險承擔呢, 我們認為是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和空間呢, 是可以優化的。 那也都是達到,那個總體來講, 長遠,節約用水,節約用水的那個因素。 就是剛才曾主席都說得很清楚, 就是那個,現在那個情況, 對節約用水的那個因素呢, 是完全沒有幫助的。 越節約用水,等於香港的庫房那個收益, 就是越低的。 他給就要給那麼多出去的了。 但是那個的收入,就會減低。 因此,無論,主要從政府的角度呢, 他沒有這個真正和正面的誘因呢, 是去呼籲和改善呢, 這個節約用水的。 請問一下,其實這個統交重量和我這麼多年, 其實會不會一直以來, 都沒有改善到一個第二位轉體的機制呢? 其實反映了政府的談判量, 其實是沒有了一個二大能力, 會不會這個才是原因? 還有第二樣就是, 即現在的供水量, 你都說了有七成半都是內地, 只有兩剩半的本地, 會不會是導致原因之一? 還有你們有沒有一個目標, 去提升本地供水, 會不會提升什麼水? 我們看得很明顯, 這個統包的安排, 是從06年才開始的。 以前的機制, 和現在的一個, 這麼rigid的統包制度, 是不同的, 是有點彈性的。 對不起, 但是我們一次來講, 都沒有06年之前的具體情況。 現在能力的問題, 我簡單講講我個人的看法。 其實呢, 當然, 他是一個唯一的買家, 但是香港也是唯一的買家, 而且是願意給我這麼高的水費。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認為呢, 特區政府如果能夠拿出好的理據, 是能夠爭取到更好的優化條件。 如果本地供水量提升, 會不會增加工資? 但是這個相對來說, 應該很長遠。 我認為, 現在有政府長遠的水資源的計劃呢, 就是, 就算是這個海水化碳呢, 到2020年, 順利落成的話呢, 都是達到5%而已。 而再造水, 再造水, 政府現在的計劃呢, 是沒有一個比較清晰的, 那個量的目標的。 所以我們總體的建議呢, 長遠來說, 香港要加強自己生產水, 改善用水的能力呢, 都是很重要的。 會不會一個情況就是, 雖然有這麼好的理據, 但是就是因為, 他是唯一的買家, 就是就算, 那個情況是多麼不公平, 就算是他喜歡, 對東莞和深圳的第二個政策, 但是香港, 港府實際上, 都是不留意的。 我個人來說, 尤其是, 補充點, 我們比較到, 在深圳和東莞供水的情況, 無論是水價, 無論我們, 計算出來的可能, 那個盈利的比率, 香港是大大大偏高的,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 香港政府是能夠, 有節有理的情況之下, 應該可以爭取到更好的條件。 另外呢, 我覺得, 如果我們真的在, 節約用水那裏, 是有比較, 明顯的一些, 一些成績的話呢, 對廣東省其實都是有利的, 因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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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際上, 現在的研究, 的確是, 是提出個警號, 在珠三角的那個水資源, 是面對一個, 相當嚴峻的, 短缺的問題的, 所以, 從這個廣東省那個發展的利益來看, 公港的, 這個東江水, 如果能夠, 通過我們, 香港這邊的努力, 是減少一些那個, 耗用呢, 對他們發展的好處, 那現在這個, 我們這個建議, 正正就是這樣, 正就是提供一個, 比較強的一個誘因, 使得, 特區政府, 和香港的市民, 都會, 提高一些, 節約用水的那個自覺性, 現在就是這樣, 所以, 亦都符合國家的政策, 所以, 譬如說, 這件事, 如果, 中央政府,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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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一定支持, 這個這樣的做法, 我相信, 請問, 請問, 用這個方式的話, 市民不給水分,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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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認為現在下一個判斷是 在現在的時間是否適合有需要 會否已經是破壞的? 我認為現在下一個判斷 是否適合有需要 因為我們未曾知道實際情形是怎樣 我很相信 第一,我剛才說過的 由於過去幾次的釋法 在香港都有一些比較強烈的反應 中央政府是知道的 我的理解是 中央政府 他們是非常審慎 去處理釋法問題 非不得已 是不會 用到這個人大常委會釋法 而且現在這次看來 因為我們都聽到這個 特區政府律師說 特區政府並沒有 向中央提出要釋法 所以這個是由 中央政府主動的 今天我剛剛看的新聞 就說由這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張德光提出 那是由中央政府 採取主動 來要進行這個釋法的 那這個是 我相信 中央政府一定是衡量過 那個利弊 認為非不得已 是非得已 然後才會採取這個 這麼 一個 嚴厲的做法 那 所以 我也是看新聞這樣說 會中央會有官員 下來解釋 無論是否真的有官員下來 我相信 人大常委會有了決定之後 對於釋法的內容 以及理據 以及整個 原由 為何中央 要採取這樣的做法 一定會有很詳細的解釋 所以 我認為 我們應該 看清楚了 那個釋法的內容 以及它的解釋 然後才去判斷 到底這件事 是否 應該這樣做 是否值得這樣做 在這個階段 我認為是 很難去下一個判斷 肯定是一個很 特殊的一個措施 來的 是不是 而且 就收到的 新聞報導 收到的訊息 恐怕現在這個釋法 亦都不是單單 是針對 一項 現在進行的一個訴訟 恐怕 中央是有更加 重大的一些考慮 其實是否 某程度上 反映現在 香港的港獨私少 是已經 受到中央的 任何海英和社 即是 有類型的 就是 往後都是會 硬手管去 中央政府一定不能夠 容忍任何 這個 港獨的 這個 宣傳泛濫 這個是很明顯的 因為 這個是接觸到 一國的原則的問題 大家都會留意到 最近幾年 每逢 中央的一些正式的文件 正式的講話 提到一國兩制的根本宗旨的時候 都一定是先將 維護國家 主權 安全 及發展利益 放在第一位 維護國家 主權 安全 及發展利益 以及 保持香港長期的繁榮穩定 但是 前者 很明顯 近幾年 中央政府 非常著重 所以 最近 可能 香港的 有一些 事態的發展 的確是令中央 擔心 一國的問題 一國就受到這個衝擊 所以 我也希望 香港各方面的人士 都 小心 關注這個問題 如果我們真的要衝擊一國的話 到最後一定傷害兩制 因為 對中國對香港的政策來說 一國兩制分不開 一國是根本 如果要衝擊一國 兩制都很難保持 這個是我們一定要去警惕的 我再說 現在對釋法的內容 以及理據 我希望 我們大家都很仔細 去看清楚 然後才去 下一個判斷 對於 一直有 把這個 港獨 或者 把這個 分離 的 意識 作為 香港一個 可能的 出路的人士 他應該認真去反省 這個 其實很多人 很多人 對香港的政治 比較了解 對香港 特區 和中央關係 一直以來 比較有研究的人 都出來 提醒過大家 港獨 一定是沒有出路的 我不希望 任何事 無論如何發生 都不希望 我們所說的 年輕人 以為 再去 喊得大聲些 喊港獨 會有什麼好處 我相信 他們應該 清醒地去認識這個問題 多謝大家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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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